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让自己防患于未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保留旧的东西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 甚至在心理学家看来 不舍得扔以前的物品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一 囤积行为 囤积症是一种过度收集 购买 以及无法丢弃物品的强迫性行为 严重者甚至可以引发抑郁和焦虑 英国约340万人患上此疾病 因为囤积的行为和小松鼠类似 所以一些老百姓还喜欢把这种病称为松鼠症 几年前 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在第五次修订版中 将囤积症单独立为一种精神尚碍 近日 囤积症又被世卫组织定义为精神疾病 45岁以后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SMAC学院心理学教授 兰德·弗洛斯特 和波斯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 戴尔·斯泰吉利用了20年时间 对患有囤积症的人群 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行为动机研究 并在物品强调性囤积和物品的意义中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 20年的时间里 他们和囤积者一起工作 生活 包括下水道和垃圾场 结果发现 这些囤积者即使知道自己囤积的东西意义不大 仍然难以舍弃 在囤积行为出现的最初阶段 他们表现出了更强的分裂意识和专注度 而随着杂物的不断堆积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他们的注意力变得分散 经常处于焦虑不安中 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抑郁症的表现 斯泰吉利教授试图将囤积行为和强迫行为相联系 囤积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 这一点和强迫性心理障碍很相似 囤积症患者喜欢不停地添置新的东西 同时也舍不得扔掉旧东西 对于那些已经坏了无法再次使用的东西 还是不愿意扔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强迫行为了 这种强迫的囤积行为是对自己心理创伤的一种弥补 他们有强烈的占有欲 内心的空虚只能通过囤积东西来填补 小郑的母亲王女士 只要赶上超市搞促销或者商场打折都要购物 但是买回来后几乎都堆到屋里很少使用 更让小郑吃惊的是 有一次他偶然打开家里一个抽屉 里面塞满了各种物品的标签 他委婉地建议母亲把用不着的东西清理下 却遭到了坚决反对 后来小郑带着母亲去了医院 热爱囤积的她被诊断为囤积症 小郑说 我母亲平时也不买很贵重的东西 都在打折剂或者促销购物 而家里旧东西也舍不得扔掉 开始他只喜欢收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如电影票火车票等 后来就发展到收集所有的票据标签 但是这个过程会让他们深陷焦虑之中 很可能会诱发精神类的疾病 许多的抑郁症患者早期正是明显的强迫症 或者囤积症患者 那么如何改善这种症状呢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扔东西开始 日本作家山下英子 在断舍离中详细地教导了人们怎么扔东西 即使保留最能带给自己幸福感的东西 事实上 整理后你会发现 你常用的东西也就那么几样 当你给自己的家做了一个大减法以后 你会觉得无比的放松与舒适 同时你也可以将这种理念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减少不必要的社交 放弃过多的计划目标 做到极简生活 心理学家乔治米勒 在文章《神奇的数字7加减2》中明确指出 人类的大脑一次能够理解的内容和概念的数量是有限度的 在短时间内 我们无法容纳超过7加减2的记忆项目 而超过界限之后的内容 只会让我们觉得疲惫 从而产生无形的压力 学会断舍离 让我们明白事情的轻重主刺 毕竟家的空间是有限的 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几百个手机联系人和兑满的衣橱都不会使我们快乐 而这种好像拥有很多的错觉 才是我们不幸福的根本原因 关于我在开头提到的那种情况 很多人也许都会在大扫除的时候经历 清洁房间时 发现儿时的珍贵作业本 记录着自己当时的种种回忆 书士桌面时 发现之前学生时代的童心记录 写着当年的青色 书士查几时 发现不久前剩下的精致的食品包装袋 尽管他们都已经不再有用处 但是依然舍不得扔掉 日本作家山下英子 就表明了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观点 他认为 这种心态是因为过于重视物品本身 而不是自己 此时应该进行一种生活重心的转移 让自己更重视自我 很多人在平时去超市当中购物的时候 或者是在网上浏览一些电商平台的时候 一旦看到那些打折或是捆绑销售的商品 就会认为这是值得购买的东西 往往最终会买一大堆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能够断舍离的心态 此时应该正确拥有的一种想法 不是看商品本身是否在打折 而是应该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难以和过去说再见 总是认为那些旧物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当然对于那些舍不得一些物品的人而言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件物品承载着其难以忘怀的某些岁月 或是曾经的辉煌 所以对于这些物品本身的怀念 其实承载着对于之前难忘岁月的不舍 比如说一些奖状与证书 与一些难忘之人的合影 曾经让自己度过难关的一些物品 或者书籍等等都属于这一种 无论过去的回忆如何 是珍惜也好 是难忘也罢 抑或是让自己陷入沉思不能自拔 都已经成为过去 是被尘封的历史了 这些回忆对于今天的生活 是无法产生任何影响的 过于沉溺其中 其实也是徒增伤感罢了 我们要知道一点 人生始终是要往前看的 人们不能总是因为过去的种种 而让自己止步不前 这是一种十分消极的影响 只有勇敢地和过去挥手告别 走入全新的生活当中 才有可能迎来更加令自己难忘的回忆 人生的目的不是面面俱到 不是多多益善 而是本着实用的原则加以选择 只有把生命中那些多余的东西完全抛弃 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轻松而潇洒 对于处理问题的恐惧 随着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在处理一些问题之前 陷入一种纠结 应该怎么处理 到底怎么入手 很多人会保留一些之前曾经用于处理某些问题的关键物品 以防之后再次遇到相同的情况 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其实也并不是十分的合适 当你遇到问题 也许会翻箱倒柜也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所以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让自己将事情做得更好 不让自己遇到紧急情况 山下英子曾经说过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 昨天已成历史 只有当下在我们手中 我们将当下生活处理到最好的方式 就是从过去当中吸取经验 而更好面对未来生活的方式就是 让当下的每一刻都做到最好 只有这样 才能在生活当中从容淡定 不慌不忙 所以没有必要一直保留那些已经没有用处的物品 勇敢地丢掉它们 才能走向更好的明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